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一开始我跟Gary Odd相识 也是因为递在迈阿密 那当时是1718年的时候 我有去到迈阿密费尔的现场 在一个整个的国际性的 由西方视野主导的版图里面 能有这样一个中国的艺朗 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记忆 Gary Odd真正的开始有相对深入的接触的契机 实际上就是今年的迪在马阿密 Podium Shanghai 当时就在想 一定要把这个中国重要的 在过往数年间 就是深耕在这个收藏及设计的开拓者和代表性的一郎 能够纳入到这样一个 第一次在中国落地的一个国际性的 collective design的一个fair里面 毫无疑问 Gary Odd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不可忽视的一个存在 我其实是觉得非常的荣幸 就这次能够被Gary Odd邀请 然后参与到整个这次的一个上海空间的一个开幕的首展的一个策划当中 很多人就是对一郎的一个认知 可能第一反应会觉得 这是一个举办展览 同时藏家去藏购作品的地方 但是实际上如果大家真的了解一个艺术生态的形成 那其实一郎的角色远远不止于此 它实际上是对整个一个文脉的构建 是有一种非常重要的责任在的 那像这次我跟Gary Odd的合作就非常非常深刻的感受到了这一点 那如果我们去观察 所有的Gary Odd他所在大理的艺术家 他所做的一系列的这些项目的时候 就会发现他们一直是在挖掘和培植这些中国 那他们希望能够做collectual design这个品类的 这些非常重要的一些新锐的一些设计师 那同时实际上Gary Odd是在通过一系列的 包括像资金的支持 展览的机会 出版的项目 媒体的曝光 藏家的链接 他实际上是为这些希望能够做创作的艺术家 搭建了一个总体的一个生态 其实我觉得这次Gary Odd的中国上海这个空间的一个起目 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moment 就这个moment实际上就是他在将 关于收藏及设计的 专业的 耐心的 扎实的 一个培养的种子 现在开始落地到中国 那所谓的敞开非常重要的一点 我觉得第一点就是 比如说我们讨论一张桌子 那当你看到一件收藏及设计的作品的时候 你第一反应是 这是一张桌子 但它是 好像又不是 那其实在这种玄制的一种概念里 就其实你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一个 已有的头脑的语词 去指涉它的过程中 其实这个里面就是有一种敞开 因为你放下了你既有的 对事物的一种界定的概念 而这个时候你反而能够去仔细的观看 去重新的感知 它实际上意味着是一种身体和观念的敞开 然后另外第二点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当我们讨论收藏及设计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关注到空间 那当我们跟这些物质体一起生活的时候 我们就不可避免的要去探讨 那这些物质体 我和作为物的他者和整个空间的环境 这三者的环境是怎么样的 那所以这次策展的主题 那提到敞开之道 这个敞开它其实有观念的敞开 它有你作为一个人类 你的身体 你遭遇到这件收藏及设计的作品 你的整个的感官的敞开 那它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你和这个外在世界的一种关系的敞开 所以我觉得它是非常多维度的敞开自己 去看 去感受 去感知